花儿啊,你咋那喜欢兔子呢? 因为兔子最可怜 可怜?咋可怜呢? 猪不高兴了会叫,兔子不叫 哎哟,还真是的 哥奶奶,你能送我一只小兔子吗? 挑吧,想要哪只就拿哪只 这只最小的 拿去吧 小兔子,你喜欢我吗? 小兔子,你啥时候想妈妈了 我送你回去看妈妈 我也想有妈妈 可妈妈已经死了 奶奶,奶奶也死了 奶奶,奶奶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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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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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贵你咋又来了 让他在这儿看会儿吧 站好了 这下礼拜就上学了 就你这德行 这老师咋喜欢啊 不喜欢就不喜欢 平时还笑个人老大老二 我咋觉得你还不如他们 还没上学呢 您咋就知道 三儿 这新衣服娘也给你做了 能不能给娘争点气啊 能 大小事 能 要是学好了 娘啊 就给你烙糖饼吃 吃的多好才给烙糖饼吃 那考试能及格了 娘就给你烙啊 那老大老二有吗 没有 谁让那么回回考试不及格呢 娘 吃了糖饼 还能不能跟我爹边锅锅笼笼子 你是想跟你爹边锅锅笼子 还是想吃糖饼啊 及格了就吃糖饼 不及格了 想跟我爹边锅锅笼子 你咋这么没出息呢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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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干啥呢 爷爷 我在抠字儿 抠啥字儿 爷爷 你等一会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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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看 这些都是我偷偷学来的字 加上进入学的三个 一共是25个 我念给你听 天 王 人 田 中 井 大 上 学 爷爷 你别哭 我没想瞒你 我想学够了五十个字 再告诉爷爷 爷爷你哭 爷爷 高兴 高兴 爷爷 只要我用工 不用去上学 在家 也一样能认很多字 我向你保证 爷爷 王 你是爷爷的好话呀 好话 爷爷 你别哭 我没想瞒你 你看你爹和小花又咋了 我爹好像是哭了 指不定小花 又你爹又说啥了 我不是要答应 我年权 来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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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是谁啊 她是我们村的叫花子 叫花子 她叫小花 是我们村的叫花子 叫花子 你是从哪儿来的娃呀 娘 我再也不能教您认识了 对了 大叔 你还不知道吧 你家小花啊 那天跑到我家四儿的学校去了 她去学校干啥 大概是太想上学了吧 趴在窗户上看教室的时候 摔下来了 才被老师和同学发现的 有这事啊 是啊 我家小三亲眼看见的 爷爷 你别难过 我不用去念书 在家也一样能认很多字 我已经认了二十五个字了 我不用去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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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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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爹 爹爹 爹哪只啊 爹 那只 那只黄的 爹哪只 算哪只吧 来 快搬住 搬住了啊 你快点 快点 你别太过分了 你咋搁不着往外拐呢 啥里外的 再咋说 他也是我爹 养一个我也不说啥了 在那不得养俩吗 那你咋不说 人帮你干多少活呢 你是在那里 你不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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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 你不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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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看你爹干啥呢 姨姨 爷爷 你上哪儿去了 我到处找你 爷爷 看柳条去了 看柳条 看柳条干啥用 有了柳条啊 花呀 上学就指望了 上学 爷爷 你说的是真的吗 花 爷爷啥时候骗过你 爷爷 你真的要送我去上学吗 吃饭以后啊 爷爷就叫你便框 用便框的钱呢 给你换学费 爷爷 上了学我一定要好好学 你说你爹背那么多柳条回来 能干啥呀 吃你的饭吧 管那么多闲事呢 谁稀罕管呀 我就是问你问 你问我 我问谁呀 多香 不就是啥给你爹两块鸡肉呢 爷爷 你看这鸡肉 叔叔送来的 还有馒头呢 爷爷你闻 香不香 嗯 香 香 给爷爷一块最大的 爷爷不爱吃鸡肉 爷爷这辈子啥都吃过 爷爷骗人 我再没见爷爷吃过 爷爷不爱吃啊 爷爷那份啊 花吃吧 不行 爷爷就得吃 爷爷那份啊 花吃吧 爷爷就得吃 爷爷爷就得吃 花吃 吃 这不少设施了 不听话了 爷爷不生气 我吃鸡肉 你没饿 别生气 算你让你去 瑕琦 嗯 上回你顺对对象的事 咋样了 咋没见把人领来 推了 吹了 这人还没见着 咋就吹了呢 人是见着了 圣上你娘给搅黄了 娘 咋回事啊 咱没听你提起过 人都来了 咱娘啊 东打听西打听的 把人三代家谱都问出来了 不黄才怪 我也没问个啥呀 你还没问啥呀 你啥都问了 问人家多大了 家里几口人 爹娘身体硬朗不 这些个呀 还多好说 你娘居然问人家 身体有没有病 家里那兄弟几个 生过娃没有 祖上有没有生不了娃的 你说 笑啥呢 你说这事要不问清楚了 咋把闺女给她呀 人就是来见个面 八字没一瓶呢 你就没完没了地 打听生娃的事 那人不吓跑了等啥呢 我这不是有经验了吗 头一回嫁闺女 就没嫁好吧 香草就是个例子呀 好好的闺女 稀里糊涂的 就给嫁出去了 咱不能再上第二回当 这事要不问清楚了 等过了门啊 啥都晚了 娘 这说香性呢 咋又扯到我头上来了 我呀 是想好了 我这辈子 不打算再嫁人了 好好的闺女 咱咋不嫁呀 妈给你找一个 还没听明白啊 就是因为你瞎穿祸 人家闺女才不嫁了 花真聪明 一学就会 赶明上这个学啊 准备给爷爷考个第一 那就考第一 好 爷爷等着 爷爷 你累了又歇会吧 爷爷不累 多变入铐呢 花呢 就能早一天去上学 爷爷再累呀 也高兴 谢谢你